中国著名美学家 新华大学教授肖英 2013年10月19日 在多伦多胜利家学院演讲 主题是 网络时代的艺术演变 美与丑 该活动由胜利家孔子学院 和加拿大中国笔会合办 肖英教授的 访家学术之旅 是由华铁路大学孔子学院发起 并与加拿大几所孔子学院 和社团联合的交流活动 对网络化的这种虚拟的存在 我认为它对当代艺术 特别是东西大陆艺术 最大的改变是使艺术怎么样来 平面化和无质感的图像化 艺术被压作为 单纯针对感官刺激的 身相技术 创作被检查为设计 简单的设计 所以当优雅人认为艳术幽默 就贬值为出色 不可 优雅就是艳术的东西 没有真正的内在的品味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人是有品还是有品味 有品还是有品味 没有品味 所以幽默就会贬值为一品的恶可 你像这个太者就是这样的 太者这个电影追求的风格和当年的疯狂的石头是一个线索下来的 但是你会发现疯狂的石头是有纯意的 它里面是有一种生存关怀的 对不对 有生存关怀 但是到了太者的时候 它就是渔落 简单的渔落 最后我大概花十分钟时间讲 就是一个就是阅读渔落 我们现在看大陆的这个 和网站的媒体上的网 这个阅读或者是读书版 特别是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新华网 我们让它自己改变改过来 上次我开始讨论会让我去批评它们 你们知道新华网是我们中国的政国 是吧 唯一国家政德 国家政德 代表国家 新华网把它的读书版 改了一个标题叫什么 阅读 就是渔落的阅读 上次我就在一个会上 我就当个他们的人 我就替评他们 我说我们政府的这个渔落版 这个阅读 我读书版 也要把这个阅读 愉悦化 阅读本身是可以产生愉悦的 但是我们不能抱着愉悦的态度去阅读 因为阅读对于我们来说有求知识 是吧 求知识 求提升 是吧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求开拓 是吧 这样的 我们说 求知识就是社会人文的知识 是吧 求提升就是我们精神的提升 求开拓是什么 开拓我们的事业 所以阅读它或者说读书 它是要经历一种艰苦的阻力 对不对 用我们来常话说 只有吃的苦中苦 才有天上苦 如果一切的阅读 都是一种愉悦 你就会发现 你就只能做一个永远的白痴 你看比如说小孩子的时候 你认知多么痛苦 对不对 写一个字要挨苦 你小时候写一个字挨苦 打多少手心 才能把它记住 但是我们现在片面的去强调 所谓愚教愚落 倒置的一个结果 就是把悦股全面愚落化 就倒置了我们现在 80后90后 大学生 因为我是 八四年开始 我大学名誉 我在大学里面教书 我在几个大学教的书 从西部到南方 从南方到北京 从北拉到秦宝 我现在同时在多校讲课 我就感到我们现在的学生 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阅读冷定和表达的理常 他们的知识 他们的信息 甚至他们脑子的明和性 都是超越我们过去人 但是他们的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 非常的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 现在在大陆 最具市场号召率的作家 他就是哥静明 哥静明是一个80后的作家 这是他的一些写真 这是他的照片 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对他来说 着装就是名牌的代理 然后这是他玄虎 这是他家的平台 你看那种 把床垫直接搬到了阳台上 这个人的感觉 好像是来自于白俄罗斯的一种福家 石油大恩的故事 是不是 对不对 这张是什么照片呢 他有一个活作者 也算是他的读员 叫卫安 好像卫安还是安安的女孩 过生日 他五月地点 沐浴之后拍了这份一张半个照片 牵在他的微博上 来祝福这位女性的生日 牵在微博上 他的微博是open的 其实他做这一系列的活动 都是围绕他的商业营销 我们今天讲营销有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整合营销 什么叫整合营销呢 以前你要推上你的产品 顾几个人在街上去啥传单 是不是 对不对 或者IJF去敲门 现在不是 用全媒体 所有的媒体 还有所有的造型 声音和图像的手段 来完成一个商品归胶 还有活动 还有活动 这叫整合营销 他其实各自民的成功很大程度 就要来自于 他身体力行的 既是作者 又是老板 又是模特 还是组织者 这一系列的程序 完全都激一身 所以 所以 他不赚钱 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事件 就是今年 我们新编的 因为人物的教育出版社 是中国国家教材的发布地 他们删除了一篇鲁巡的文章 封筝 为什么删除呢 说中学生 初一的学生 读鲁巡的文章 读不懂 老子也不好教 我就很吃惊 后来我就专门把 我原来像大学 我做鲁巡的书中的时候 用文革时代 没有别的书可以读 就鲁巡的文章 可以读 鲁巡的散文集就是《野草》 是不是 我就专门来的 大家看一看这段话 还有几位年轻的同学 这段话是鲁巡出版文章的第一段 有什么不读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老师有什么理由说 学生读不懂我就不教了 你就是要把学生从不懂搞懂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国家教材都在向下走在 在把难度不断的降低 我们大概在刷鲁巡的文章 就是这个 他的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有越多的贵化 我们看下来这篇 这个把鲁巡的风筝换成了一篇文章 画了一篇 一个当代国家的 一个叫莫怀契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这篇文章叫《丧布》 丧布是讲一个什么故事 就是一家三代人 到一天傍晚出去散步 散步走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 一条路是比较平坦的大路 一条路是比较崎岖的小劲 那么小儿子 儿子呢 孙子吧 就要走这条小路 觉得好玩 然后这个奶奶呢 就是腿不好 腿脚不好 就要走大路 这个父亲呢 就两难了 是吧 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故事 是吧 你究竟跟随的问题 究竟跟随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还是奶奶发扬风格 奶奶这样说了 说我们还是就走小路 走得不好 不好走的地方 你背稳一下 这个家庭矛盾就隐忍而减 所以就创造了中国式的火血 这个火血就是最后这条话 你还说什么 这样 我们在阳光下 向着拉菜花 桑树和鱼塘走去 到了一处 我们蹲下来 背起了母亲 妻子也蹲下来 背起了儿子 我的母亲虽然高大 然而很瘦 自然不算座 儿子虽然很胖 我应该说这儿 毕竟幼小 自然也行 但我和妻子都是慢慢的 稳稳的 走得很仔细 好像我背上的她 从她背上的家 起来就是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叫Harmony World 就是火血 你有没有发现没有 这段话 还有这整个故事 难道我们今天的小孩 要到了初衷的时候 才能当成课文来学习吗 那就证明我们的人 我们的中国的这些 青年一代的 直商在什么 在对话 我觉得这篇散文 它作为一个幼儿的 这种德语教育 或者是家族文理教育的文章来说 它应该是在小学五年级 或者三年级 是不是 究竟更严重 对不对 究竟还要老师的讲解 但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李平的这个风筝 对吧 故乡 这也是她的第一段 故乡的风筝时节 是春二日 躺去到沙沙的风筝声 眼头便能看见一个淡漠色的邪风筝 或嫩蓝色的无风风筝 还有寂寞的网片风筝 没有风筝 又放得很丁 凌丁的显出憔悴可怜模样 但此时地上的羊流已经发芽 早的山草也都读了 和孩子们在天上的点缀照应 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我现在在哪里呢 四面都还是严重的树上 而久经绝对的互相的 久经死去的春天 却就在这天空中荡 你读下这一段吧 是不是啊 是在写风筝 但是鲁勋先生 他的那样一种 身后而又习致的 那种情味 多么改 而且后面的故事更改 他为什么要写真正呢 就是他还是一个 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时候 他把他弟弟偷偷做的风筝 当作他的弟弟的面 很残忍地撕掉了 因为当时他们家很贫穷 买不起风筝也不是那个 他弟弟悄悄做了一个风筝 他去发现之后 还有一种成就感 而这些老大的身份 跟他撕满了 但是当他到了中年之后 他读到了中年之后 他读到了一本新美学书 说游戏是儿童的天性 而玩具就是儿童的什么呢 游戏的最伟大的 最天然的工具 他因为他破坏了他 弟弟童年的心 所以他老想鼻鼓 但是这个时候 他再去买一个风筝 没有理解 所以他总是想鼻鼓 有一次他和谭天 两人都跟到中年 谭天的时候 他忽然提起这件事 他本来想向弟弟道歉 但是他弟弟说 有终于一回事吗 这个时候 鲁勋的心呢 就是真正的 没有剪脱的口 这个内疚感 你想想 一个哥哥伤害了弟弟 当时自以为实 到了中年之后 才认为自己不理解弟弟 是啊 是伤害了弟弟的天真的同性 而要想鼻鼓 但是弟弟已成为成年人 这个历史不再重回了 你看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一个中学生来说 是多么好的教育 对不对 要让你知道 不是什么都是可以完美的 尤其是亲情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不是简单的去让这个弟弟 让这个孩子 去像这篇文章一样 去热爱谁 去关注谁 去谦让谁 而是要让他们知道 生命的这样子 就在于它是不可以重复的 没有来生 没有从来 你会觉得 是不是把一个小学生的那种情感 一下提升到了一种 是吧 青年人 亦有的那样一种责任感 对吧 亦有的理性的光 我觉得这是 从小学到中学 应该要跳一个台阶吧 所以 但是呢 我们的教育家们 我们的编诗的人 还有我们出版人说 我们的中学生读不懂风筝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以 所以有个很著名的儿童文学家 曹文轩 是吧 曹文轩就对这件事 他发出评论他一句 他说 怎么会读不懂的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成长起来的时候 我就是在小学 在初中的时候 初一二的时候 开始读不懂 就是曹文轩先生的 他说他 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读多少书 是不是 小学的时候都在干革命 都在天天游行 都在武中的边缘 但是为什么他们 那个时候的初中生 能够读不懂懂懂懂懂懂 我们现在 这么大脑 这么发达 有这么信息 这么丰富的 新一代的初中生 读不读不懂懂懂懂 可能确实是读不懂 但是责任在这 应该是在我们的教育界 在我们的社会文化环境 是吧 社会文化环境 比如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里 这里也有 这个美洲的朋友 是吧 有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 我在欧洲旅行过 现在到美洲来 北美 你就会发现 特别在欧洲 我感情特别深 在这个地铁上 在巴士上 或者是在这个 一些车站 一些地方 是吧 手持一本书 静静的阅读的人 是很多的 男女老少女 但是在中国的地铁上 原来是看小报 现在是玩手机 是吧 玩手机 没有人阅读 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 如果我们还不努力去 创造 有利于我们的青少年 热爱乐 戏观乐 的环境 那么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就只能度国境 各境又为什么走空呢 他在十年以前 开始 通过新概念 作为大帅 成名 然后开始一些小说 到现在 今年拍电影走空 我最近专门系统的 阅读了一下 各境民的主要作品 我就发现一个 很重要的现象 各境民的作品 虽然很多 各境民在今天 为什么成为 中国的第一作家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 整个当代社会的 这个阅读环境 被网络媒体的 俞乐化所控制 所以阅读如果还存在的话 他也是在被网络 作为核心 整合的一种 俞乐化的 一种消费当中 来进行 所以阅读葛靖明作品 不是出他的本书 而是出什么呢 葛靖明作品 是一个包括 葛靖明的书写的文本 这是他卖的书吧 还有他的身体秀 是吧 刚才我们看的 他很多身体秀 名牌秀 还有他的书签售 还有他的媒体上的 各种各样的操作 在其中 他写出来的书 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不说 所有的评论家 都说葛靖明的书 写得很难 因为作为青春小说 他没有办法 跟传统的经典相比 比如像《伯隆冬》是一部青春小说 大家不反对吧 是不是 像《哥德的少年》 《维特的烦恼》 是一部青春小说 大家不反对吧 他当然没法 也没办法 跟现在流行的 像美国的 二十年代的一部青春小说 叫什么呢 《鸟木齐的盖子笔》 是吧 还有一部六十年代的青春小说 或者大家更熟悉的 卖了赶紧的守望主 他都办法 但是为什么 郭靖明还是什么流行呢 就是因为 月步郭靖明 是一个在 包括郭靖明身体在内的 多媒介综合物中展开的 一个什么 文学消费娱乐仪式 这个被标签为青春文学的娱乐仪式 借助电视、网络等新媒体 获得了极大的传播和影响力 从而神化了郭靖明和郭靖明作品 因此现在的郭靖明 无论他怎样拼贴抄袭 无论他怎样字母重读 无论写的多么烂 他都畅销 就像刚才看了一个词 吃的不是面 吃的是寂寞 对不对 套路一下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 郭靖明的粉丝 读的不是书 读的是郭靖明 读的是郭靖明 所以研究郭靖明 我觉得有一个学者 在一百年以前写的一本书 在今天还是具有重要的价值 这个叫利弘 利弘 利弘 利弘写的这本书 他本来是个法国多家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英文名字 在中国大陆有翻译 可以称 这一般叫大众 但是现在大陆把这本书翻译成 木活之中 对大流行心理的研究 流行心理是什么 就是在一种非体制的群体活动当中 大众总是倾向于放弃理性探断 而理性偶像 而且是非道德 所以2006年 郭靖明抄袭 这个梦里化 他的梦里化 制造少了抄袭另外一个卓家 叫《缺女圈外》 这部小说 庄女的小说 《缺女圈外》 被北京的法院判决 而且是二人判决 超西成 严重超西 判罚二十万元 发款赔偿 二十万元 而且在媒体公开道歉 这个 各自民本人说 我交钱 但是我不道歉 这个可能在西方 这样混不下去 对不对 在加拿大肯定不下 对不对 超西了别人的书 我可以给你钱 但是我不向你道歉 这是一个卓家英语的道德 这是一点 但是 这不奇怪 对他来说不奇怪 奇怪的是 他的这些追随者说 超了怎么的 是不是 不管超不超 只要是小四个书 我们都拍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被在2007年的时候 被我们中国的官方的楼家协会 就是中国楼家协会 邀请参加中国楼家 成为中国楼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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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么呢 加拿大肯定会会 中国楼家协会 所以 所以 起码的道德是非 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 以网络媒体为主要在体 当代中国文化有一个 应该说 让人必须要静提的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什么呢 传统的文化是强调教育 教育 是不是 或者我们叫教化 是吧 教化 要把人作为自然的人 教育为什么 文明的人 社会的人 有品位的人 有精神的人 是吧 是这样的 当然是网络媒体这样一个 互动的 是不是 交互式的 不可控制的 这样一种大数据化的 这种娱乐化的 这种媒体 阅读和书写之后 导致了一个很大的结果 就是什么 虽然忍不起 crow 忍不起大陆 大家都要去迎合大陆 所以书要越写越简单 是吧 越写越刺激 对不对 这样呢 你才会流行 你才会有价值 什么价值 商业价值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认为 我作为一个文明学的人来说 我认为 我们的 在网络化时代 我们的艺术的贬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放弃了 在文化世界当中的 一个人的教育主义 价值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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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